大家好,歡迎收看《上盤直擊》 切勒對一眾想換樓人士來說是一個喜順 今集為大家精算了三個三房的換樓之選 第一個位處藍籌屋苑太古城 一起看看 單位面積714呎 左邊是飯廳 特色是設置開放廚 好裝修 可以即買即住 接著到客廳 看到一個圓景 接著進來第一間房 可以做一個書房 第二間房 製作了很多衣櫃 也擺放了一個家人床 第一個洗手間 製作浴缸 然後到一個套房 這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的特色 就是製作了一個衣帽間 而且景觀很漂亮 是正東的 好開的 如果樓靈敏低一點 沙基灣的樂融軒 都一個不錯的選擇 住樓到樓 一切的生活所需 都可以說是一應俱全 都是放盤的一大賣點 一起看看 樂融軒是香港房協興建 屬於私人的物業 物業入伙日期屬於2015年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開織很漂亮 長型的廳 客廳飯廳都分開 露台落地玻璃的設計 可以令到室外的光感 帶進去室內 細房業主做了地台 連貫窗台為之 增大了細房的收納空間 第二間細房 其實業主這一張 是King size 床來的 放了一個小櫃 都其實很健洗 好處方面 這個單位是位於港島的東區 利地支站大約2至3分鐘 附近也有個大型的巴士總站 附近都是民生地區 有露天的街市 或者Supermarket都會有的 單位屬於高層單位 可以看到少量的海景 儘管開藥 單位內部 它是很整潔 整齊的 樂融軒是很少三房單位出售的 業主因為要移民 所以才放盤 這個單位是可以約體 如果大家喜歡的 快點打電話給我 上來感受一下 如果想住大一點 屯門不少屋卷 都可能適合你心水 接下來這個推介 就是一個三房單位 附有簡潔的裝潢 對於買家來說 就可以省回不妝收費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聯小看西碟分行 Mavis 今次跟大家介紹 以令南亭三房 下集團 来吧 刚才三个换楼之选不知道合不合你心水呢? 如果有哪一类型的单位想提多点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